爱炮夜店不是新闻 但是这个夜场鱼龙混杂 藏区啊 保不齐出差错 正观娱乐圈 不少当红男女明星都是夜店咖 说到娱乐圈的夜店咖 怎么守得了陈冠希 在夜店词汇了那么久 夹只坏坏的表情 明星的光环 硬许想不丰富都难呢 和小青年相比 年纪不小的刘嘉玲倒也时髦 经常在夜店流连忘返 身边的男人也是多种多样 玩得不惯瘾 更是自己开启酒吧当了老板娘 对于夜店实在是爱到骨子里 现在的张伯之处处散发母爱的光辉 只不过年轻时的伯之 可是为叛逆少女 经常出入夜店风流成性 但在经历了种种非议之后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 张伯之有的只是悔不当初吧 其实夜店对于明星来说 不仅是放松之地 更是拓展交际的场所 只不过一切都在酒精音乐 以及黑暗的刺激下 不断发酵 慢慢推向无可欲推 但是封边过后 还剩下什么呢